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克实验室 这里有关于视频的各种硬核测试和有趣探讨 我们今天测试的对象就是智云Webio Lab三轴稳定器 智云Webio稳定器不管是外观还是操控 相较于智云以往的型号来说都是一个颠覆 机身收纳后仅A4只大小,承重却达到了3.0公斤 提弧加数池模式让用户可根据拍摄需要灵活的选择 三轴锁扣既方便收纳又能防止转场过程中的磕磕碰碰 双层快装板让用户能实现快拆快装迅速切换拍摄模式 此外还有WiFi图传,Viewer Touch等功能 拥有这么多创新性的设计和讨人喜欢的颜值 Webio斩获双料设计界顶级大奖真可谓实至名归 但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不想延续和颜值 这些网上已经讨论了很多的话题 我们带着Webio稳定器在多个地方进行了测试拍摄和实拍 把Webio放到实际环境当中检验它最核心的稳定性能 我们不仅奔赴燕漆湖,黄花城也长城 还赶赴千里之外的泉州开源寺进行了实地拍摄 毕竟是罗子是马,需要拉出去溜溜才知道 为了测试Webio的基础稳定性能 我们准备了索尼A7M3加G Master 2470和索尼A6400加试马161.4两个组合 同时我们把测试分为正常走路,猫腰走路,慢速奔跑和急速奔跑 以此观察Webio在不同承重的不同运动状态下的表现 首先我们用Webio搭载小巧轻便的APS-C相机索尼A6400进行正常走路测试 这么基础的测试画面当然是很稳定,无需多说尽可大胆放心的边走边拍 如果需要进一步拍摄出更加稳定的画面,那就需要猫着腰走路了 猫着腰走路拍下来的画面比正常行走的时候要更稳一些 但这样会稍微累一点,毕竟想要多一分回报就得多一分付出啊 在慢速奔跑拍摄的时候Webio能够过滤掉大幅度的抖动 但是还是免不了会有一些小幅度的抖动 在运动画面足够精彩的时候,观众基本上也会自动忽略掉这种抖动的存在 有时为了抓拍到运动很快的背拍对象,拍摄者需要急速的奔跑跟上去 我们模拟这种运动,端着整套设备往前奔 在这种运动中,画面的抖动幅度自然比较明显了 毕竟这对稳定器航向轴的电机扭力是个不小的挑战 刚才进行的是承托索尼A6400加适马16F1.4这套设备的稳定效果 接下来我们把这套设备换成索尼全画幅A7M3加G Master 2470这套重磅的组合再进行同样的测试 镜头设定在广角端,正常走路的情况下拍摄 微表hold住全画幅微单相机没有丝毫问题 接着我们猫着腰进行移动拍摄 稳定器自身的防抖性能加上人微的去保持画面稳定的动作 使得画面的稳定程度提高了一个档 在慢速奔跑的情况下,画面的稳定性也基本能够保持 但我们斜向握持的方式会偶尔产生航向轴的飘移 在急速奔跑的情况下,画面的抖动感就比较明显了 感觉就像快要脱缰的野马 根据上面的测试表现 相信大家对微表在各种正常或者极限条件下的表现都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 根据测试效果,大家可以在实际的拍摄过程中 就能够合理的选择主机,镜头焦段和运动姿势 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 微表在半修复状态下的黄花城野长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黄花城野长城特别陡峭 是那种稍不注意就会从山顶滚到坡底的那种陡峭 事与微表不到一公斤的轻量化设计 很适合在野长城这种极端的环境下进行拍摄 独有的醍醐拍摄模式既可以节省不少体力 还能将一只手空出来在复杂的地形做自我保护 那么在这么艰险的地方拍摄会是一种什么体验呢? 在野长城的不同地段,我们均拍摄了素材 先呈现一下在较为平坦的地段拍摄的画面 在这个场景里,够好图之后 历史的苍凉感跃然于屏幕之上 随着镜头缓缓移动,感觉就像在翻开一页页历史 怪不得很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会选择长城作为故事的元素之一 拍摄这个镜头的时候并没有刻意的走得更平稳 但即使如此,拍摄到的画面依旧很平稳 拍完这个镜头,转过身悠然见到城墙上的野草 它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生长了下来 还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 生命消逝,它瘦弱的身躯在凛冽的寒风中顽强挺立着 出于对它的敬佩,我们设计了个微氧的角度去拍摄它 手持稳定器,向小草们走近,小草的画面渐渐高大起来 稳定器也在全力的配合我们,记录下绝强的小草们最后的绝强 眼前是崇山峻岭,脚下是大好河山 忽然想放浪行孩纵情于眼前风光 于是把稳定器调整为醍醐模式,在长城上自意奔跑 虽然刚起跑的几步有一点抖动 但是加速完成进入匀速奔跑阶段的时候 画面的抚扬抖动就平稳了很多 画面中两侧的城墙急速向后退 极富视觉冲击力,仿佛正在穿梭时空隧道 爬长城累,下长城似乎更累 走下阶梯,双腿亮亮呛呛 有一种泥菩萨过疆,自身难保的感觉 我们什么也不敢奢望,只想快速安全的离开长城 虽然设备也在开机录制 但筋疲力尽的我们已无暇顾及画面的好赖 最后我们回放的时候,发现画面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不堪 在阶梯与阶梯之间进行跨越的时候 画面的起伏并不生硬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威比尔进行的稳定努力 这种镜头语言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爬长城是个较为极端的例子 手持加醍醐的设计让拍摄者在保证画面稳定的同时 还能减轻负担并兼顾自己的人身安全 在像野长城一样的户外拍摄条件下 致用威比尔是相当适合的辅助设备 沿着长城一直往下走 终于找到了离开长城的出口 这时夜色已经吞没了整个北京城 我们一手拎着设备,一只手扶着铁梯 拍摄下在长城的最后一个镜头 威比尔的提护模式在这里拍上了大用场 试想一下,如果你手头没有轻便的设备 在下这种几乎垂直的楼梯时,你很难进行拍摄 如何在感受目的地风土人情的同时 选择最轻便的设备组合拍摄出唯美的视频大片是一个大挑战 我们把AI自动聚焦加持的索尼A6400搭配 威比尔稳定器,再加装一个轻便的延长杆 作为此次拍摄的主力,整套设备才2公斤左右 在泉州开元寺,我们很轻易的把相机加稳定器架高 然后拍下香炉顶上的狮子 通过这种方式拍摄下正常情况下难以触及的视角 我们也可以把小巧轻便的设备穿过香炉的散烟口 拍摄出特殊的贯穿效果画面 微表稳定器加上轻便的延长杆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模仿出摇臂拍摄的画面 把设备举高,让机器举高临下的服饰拍摄场景的画面也很容易实现 这种类似上帝视角的画面适合用来交代整个场景 如此轻巧的拍摄组合甚至可以让拍摄者一只手握持稳定器 另一只手扶着单车车把,蹬着单车去跟随拍摄对象 高龄大树的苍苍感在微表的辅助拍摄下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殊视角 当然最常拍的还是街上来往的人群以及特色店铺 俗称扫街 对于扫街这种拍摄工作,微表更是不在话下 智云微表对比传统稳定器来说有了很大的颠覆与创新 提供模式可以在很多时候解放拍摄者 微表体积小巧轻便 即便如此,稳定性能也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 配合合适的相机组合 没有麒麟臂的小白也可以轻松掌握 看到这里,大家对智云微表是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呢? 好了,本次麦克实验室就到这里 影像麦克,下次再见